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利用纸质过滤器的冲调方法 需要准备容器 纸质滴液漏斗 以及用来盛装滤出液的容器等等 还有咖啡豆 计量勺 纸质过滤器和杯子 首先让我们拿起纸质过滤器 把纸质过滤器的接缝像这样重叠地折起来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它的强度 把纸质过滤器放在咖啡壶相应的位置上 然后用热水反复淋在过滤器上 这样做是为了消除止质过滤器的气味 同时还能对下面的容器起到预热的作用 等热水完全滴落到容器里面以后 把漏斗拿起来 我们将容器当中的热水倒掉 在这些器具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提取咖啡液的效果是最好的 现在我们用计量勺来取咖啡豆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用量在12到15克之间 然后每增加一个人再多取10克就可以了 首先把咖啡豆稍微预热一下 预热大约20秒就可以了 这样做是为了使咖啡豆里面的成分更容易被吸出来 滤网的粗细一般来说适中或者裂细就可以 经过20秒的预热以后 现在我们把热水加进去 加热水的时候要注意尽量对准中央部位 像这样画圈注入 同时还要注意保持一定的高度 一直到容器里的咖啡足够饮用量为止 在注水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观察 达到需要量以后 即使容器里还残留着绿出液 也不要继续注水了 这是因为上面大量残留了带有咖啡杂味的残渣 过度注水会影响咖啡的口味 如果经过提取的咖啡豆是这样粘稠状的 就说明里面的成分已经被很好地吸出了 最后把冲条好的咖啡倒到杯子里就可以饮用了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利用纯棉低液漏豆冲调咖啡的方法 需要准备纯棉低液漏豆 咖啡豆 一两勺和纯棉过滤器 以及在提起结束后 用来盛装纯棉过滤器的玻璃杯 当然还要准备咖啡杯和热水 首先把纯棉过滤器放在相应的位置 然后用热水反复淋在过滤器上 对过滤器和低液漏豆进行预热 预热完成以后将漏豆拿起来 把里面的热水倒干净 将过滤网用力拧干 然后把过滤器重新放好 现在我们用计量勺来取咖啡豆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用量在12到15克之间 然后每增加一个人再多取10克就可以了 因为纯棉过滤网的网孔比纸质过滤网大 质地也要厚一些 所以请最好选择中等或较粗网孔的滤网 首先用热水反复淋在过滤器上 然后蒸20秒左右 这样可以帮助咖啡当中的有效成分更好地吸出来 然后轻轻地注入热水 注意在保持一定高度的同时 要按照画圈的方法注入 在注水的时候要注意观察 达到需要量以后 即使溶剂里还残留着绿出液 也不要继续注水了 这是因为上面大量残留了带有咖啡杂味的残渣 过度注水会影响咖啡的口味 最后 把冲条好的咖啡倒到杯子里 就可以饮用了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是利用红吸管冲条咖啡的方法 我们需要准备漏豆 烧瓶 红吸用过滤器 竹指刮刀 当然还有清洗刮刀的水 咖啡豆和计量勺 当然如果有控制时间用的描表 或者计时器 效果会更好 首先把过滤器擦干 然后把过滤器放在漏斗上面 将下面的吊勾刀固定好 接着往烧瓶里注入少量的水 然后放在火上加热 我们这里使用的加热装置 是卤素加热器 一般在家里用酒精灯就可以了 我找到墨洋子之后 看起来 你能给它 团灵讯 很容易 在水开始沸腾的时候要注意观察 用竹子刮刀进行搅拌 防止水集中在一个地方沸腾起泡 搅拌结束后将火熄灭 把烧瓶里的热水倒掉 然后再取适量的水注入烧瓶 这时要注意的是注入的水要略多于之前烧瓶中的水量 大概在每人份30cc左右最好 将漏斗插好后就可以点火了 如果直接将烧瓶放在火上加热的话 会出现一种叫做突飞的现象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将漏斗插在烧瓶的瓶口 然后加热 然后把适量的咖啡豆倒入其中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用量在12到15克之间 然后每增加一个人再多取10克就可以了 滤网最好选择比纸质滤网稍大的 中等或较细网孔的滤网 在烧瓶里面的水沸腾时 把漏斗插入较深的位置 沸腾后开始进行第一次搅拌 第一次搅拌的目的是让咖啡豆完全的浸在热水当中 在瓶里的水沸腾达到顶点后 把火关小 如果咖啡豆足够新鲜的话 就会在侧面出现三层结构 然后放置40秒 让咖啡豆里面的成分充分的吸出 之后把火关掉 进行第二次搅拌 在第二次搅拌的时候 把木质刮刀放在漏斗的侧面 进行垂直搅拌 在吸出液完全滴落后 漏斗上残留的水沸腾 会成粘稠状 这就表示吸出已经成功了 在把漏斗拿开之前 要准备放置漏斗的容器 漏斗像这样左右转动一下 会比较容易取下来 最后把吸出液倒到咖啡杯里 就可以饮用了 下面要向大家介绍的 是浓咖啡的制作方法 首先把手柄拿下来 用抹布把里面的蒸汽擦干净 然后开始磨制工作 先把开关打开 让机器先运转一下 再把咖啡豆倒进去 这样做可以起到抑制摩擦 产生热量的效果 接下来就开始正式的操作了 我们将控制杆反复抬起 将咖啡豆倒入手柄 最后在咖啡豆形成山形以后 用手指将咖啡豆表面铺平 使咖啡豆能够布满整个过滤网 然后开始填充压紧 首先轻轻按压表面 用大约2至3公斤的力量 把溢到周边的咖啡粉 拨回过滤网内 然后再一次按压 这一次使用大约15到20公斤的力量 旋转压紧 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咖啡豆 能够被均匀的铺展在过滤网表面 最后把周围溢出的咖啡豆 拨回到过滤网内 然后放在机器上 往咖啡杯里盛装吸出液 在应用浓咖啡的时候 我推荐的是意大利式的饮用方法 即加入大量的砂糖 三口将咖啡喝完 第一口是品尝咖啡的芳香 和奶油巧克力微微的苦味 第二口是品味植入鼻腔的坚果香气和口感 第三口是感受甜点般的嫩滑 和长流咽喉的鱼干 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水滴咖啡 以及以浓咖啡为原料的花式咖啡的制作方法 首先我要讲解一下白巧克力热饮的制作方法 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哦 打泡器 碗 计量容器 生奶油 还有白巧克力 首先把碗放在加热器上 取50克白巧克力放在碗里 和浓淡混合 随便逼一步 确实 Born �过前放在加热器上 加热器 到白巧克力完全融化后 把碗从加热器上拿开 然后加入20cc生奶油 将它们搅拌均匀 这样白巧克力热汤就做好了 下面要介绍的是 Malogi Novi Anko的制作方法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白巧克力热汤 泡沫鲜奶油 牛奶 浓咖啡 和杯子 首先把白巧克力热汤放在杯子里 然后利用蒸汽装置提取浓咖啡 在提取咖啡的同时将牛奶加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牛奶注入浓咖啡里 最后加上生奶油就完成了 这款热饮的口感比普通巧克力饮料更为爽滑 接着我要介绍的是红糖豆奶的制作方法 需要准备有红糖 豆奶 杯子 和浓咖啡 首先将红糖放到杯子里 然后利用蒸汽装置提取浓咖啡 在提取的同时将豆奶加热注入杯中 和浓咖啡 在于前面 最后撒上红糖就完成制作了 红糖豆奶的原料红糖和豆奶